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普通人经常看到他们的摩托车倒在路边 也看到他们用LE灯和荧光贴纸装饰摩托 在车头上展开一个鬼脸形象 所以送了他们一个鬼火少年的绰号 后来的全村吃饭梗也起源于同一个群体 这部电影前几十分钟展示了加强们的鬼火少年生活 还把喜剑演员沈腾请过来烘沱气氛 制造了十几个笑点包袱 以后肯定会被各种网络小视频引用和仿效 是适合年轻观众的贺岁剧情 同时故事的发生地并不是鬼火少年概念起源的广西内地 而是广东潮汕的南澳岛 号称拥有中国最美海岸公路 还有广东省距离城市最近的度假沙滩 因为四海的大多数情节都在户外 所以完全可以把前半部电影的实景拍摄当作风光片来看 等到疫情结束之后 南澳岛的旅游业肯定会感谢韩寒 连我都想要去一趟 但是自从鬼火少年这四个字在背景里出现 气氛就开始悠行转弯 主角飞速成长 清洗剧升级成严肃的现实主义作品 所以这部电影不仅仅适合年轻观众 这里我就不剧透了 还是回头说说鬼火少年问题 从社会角的角度看 鬼火少年有这样几个特征 首先他们有足够的闲暇 从读初中到二十多岁 既不用承担打工养家的任务 也不会操心高口或者考研 他们有无限的时间可以和同龄人一起浪费 其次鬼火少年的家庭有比较稳定的经济来源 他们不太担心家里的生计 普遍能买包的车 有钱买配件做改装 除此之外 他们还能有一些零花钱拿来买零食买盐酒 这两个特征说明 所谓鬼火少年 就是中等水平打工家庭的留守子女 他们的父母既没有穷到攒不下钱 也没有富裕到在大城市安家 把子女带过去生活 这些父母一般来说自己知识水平不高 也不会在孩子身边 一般的孩子上初中之后 他们就会意识到 下一代不是个学习的料 只能将来外出做蓝领工人 但是孩子们这个时候还没有超过同工的保护年龄 身体也不适合立刻从事重体力劳动 所以父母只能随便给他们留一点钱 让他们在乡镇的街道上自由生长 大城市和小镇的经济落差 给这些孩子提供了足够的闲暇时间 和貌似广阔的生活空间 我作为一个每天被工作追着走的成年人 想起鬼火少年的生活 第一反应是羡慕 但是我再仔细想想 我羡慕他们的生活 是因为我已经在大城市现代社会站住了脚 了解现代社会的样子 我也知道小地方生活的优点 我偶尔去度一个假 是在两种生活之间自由切换 所以才会觉得美好 鬼火少年看世界的视角和主流人权完全不一样 他们虽然生活在停滞的小地方 虽然受教育很少 但是父母和哥哥姐姐已经去大城市打工了 抖音和快手不断穿回外部世界的精彩 所以他们无论如何不甘心的小地方上生活一辈子 潜意识非常害怕身边停滞的生活 害怕和那些日复一日做同样事情的中老年人一样 一定要做点什么 打破这种状态 接近外面精彩的世界 这当然也是小乡镇青年的正常心态 但是鬼火少年因为家庭影响 早就失去了靠学习改变命运的机会 所以只能做点另类的事情 刺激自己的神经 证明自己和身边的乡镇生活不一样 这是他们显得另类的核心原因 这样的半大孩子 我的八九十年代也见过不少 但是那个时候社会比较混乱 地方政府警力不够 也缺乏摄像头和二代身份证 这些控制治安的硬件 所以当时很多少年直接加入了截头帮派 成为地下社会的外围力量 到了后来的房地产大开发时代 他们又成了搞拆迁的打手 然后被推出来求后算账 广西那个偷电瓶车的切嘎瓦拉 就是一个比我小三岁的80后 13岁他就出来混社会 后来之后连续因为小偷小胖蹲了监狱 这就是上一代的潜在鬼火少年 这一代年轻人比较幸运 生在经济繁荣治安良好的年代 就算乡镇派出所 也能管住他们不会加入成人主导的截头帮派了 但是年轻人还是想表达对停滞生活的恐惧 表达对大城市繁荣生活的向往 更需要给自己寄问的青春找一点刺激 找到积极生活的理由 打工父母提供的零花钱 给这些鬼火少年的选择并不多 或者是买一部智能手机沉浸于电子游戏 或者是买一部二手摩托和朋友一起去户外飙车 岭南地区气候温暖 有摩托车的传统 很多打工家庭的春运就靠摩托车跑几百里 所以我更多的留守儿童选能用摩托车打发青春 虽然我也知道玩摩托不安全 但是和每天从早到晚玩游戏的孩子相比 最起码鬼火少年还能让我看到一点现实中的生命活力 另外手机游戏只能逃避现实生活 而摩托车还可以夸大声音范围 让人在空间上接近外部世界 南风窗的记者曾经实地采访过鬼火少年群体 他们飙车不仅仅是为了比速度 也经常会趁着半夜没有交警 骑车几百里去看远方的世界 远远看地平线上灯口辉煌 但是禁止摩托车进入大城市 寒寒的电影就利用了这条现实存在的文化通道 让男女主角骑车离开家乡前往大城市寻找帮助 寻找他们仰望的大人物 从这一刻开始 他们的青春就结束了 在心理上在空间上 他们都进入了现代的成人世界 后面爆发了更激烈的剧情 我为了避免剧透就不介绍了 但是我必须提醒大家 男女主角骑摩托离开海岛脚镇 前往大城市的旅程充满了温情和浪漫 可以让年轻观众展开想象 让成年观众慢慢搜索自己的回忆 值得一看 更浪漫的是 电影里的鬼火少年在几个星期内 同时完成了两个任务 逃离小地方 在城市里站住脚 逐步接近主流生活 虽然这是在剧情压力下做出的被迫选择 但依然是绝大多数鬼火少年都会羡慕的人生 相比之下 在城市里的悲欢离合根本不知道担忧 因为大多数鬼火少年本来就生如野草 根本不知道在现代社会哪里有自己的未来 对于2022年的中国主流文化圈来说 鬼火少年始终存在 但也始终只存在于视线的边缘 每次这些孩子制造了恶性交通事故 而且被摄像头拍到 他们的形象就会短暂的进入短视频的热榜 被主流文化嘲笑 然后默默消失 打开搜索引擎 输入鬼火少年四个字 推荐的搜索关键词几乎都和猎奇事故图片相关 这待遇还不如马戏团里的动物 然而鬼火少年对应的人群 可能会占到同龄人的四分之一 随着大城市出生率进一步下滑 他们占同龄人的比例可能还可以进一步上升 如果整个社会都忽略这个群体 不在乎他们的成长历程 将来一定会出现严重的文化割裂 产生大量被繁荣社会抛弃的成年人 和现实生活相比 寒寒的电影《四海》是一部贺岁片 所以肯定加了很多理想情节 浪漫元素 但是它依然是一部关于鬼火少年的证据 是2022年的中国很需要的文化产品 从电影回到现实 2022年的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人口 谁都知道2021年全年人口只增长了48万 2022年必然会出现人口绝对收缩 同时老年人口比例快速上升 全社会都要担心因此产生的经济停滞和养老问题 从现在的生育率来看 未来中国的人口问题肯定要比现在的日本还要可怕得多 短时间内扭转生育率是不太可能的任务了 但从经济来说 我们也担心的不是未来人口少 而是未来的生产能力总量不足 平均到每个消费者的实体财富太少 只要还有生产能力 造出足够的收容物资和智能设备 养老和经济发展都不会是问题 所以我们眼前最应该关注的问题 就是如何提升新一代人口的交易水平 提升他们成年之后的人均生产效率 只能从事简单体力劳动的年轻人 堆积再多 在未来社会没有什么价值 所以说鬼火少年的群体 展现了当前中国社会最奇特的矛盾 一方面所有人都担心生育率下降 担心人口收缩影响经济 另外一方面 我们平静的看着上百万 甚至上千万的鬼火少年 像野草一样成长 用他们的事故取乐 丝毫不考虑这样的年轻人 将来有什么样的经济价值 不担心他们会不会成为三合大神的预备队 从经济上来说 这就像工资追不上房贷的人 反而用百元钞票点火做烧烤 亲手毁灭了自己的未来 我在睡前消息节目里经常说 中国将来必须搞社会化抚养 总有人担心这会冲击家庭伦理 破坏家庭教育 但是在留守儿童实际上就没有家庭照管的时候 在每个人的养老金都没有着落的时候 还抱着岁月静好家庭温馨的幻想 去拒绝社会化抚养 这连保守主义都算不上 根本就是蒙眼其魔托 将来会成为其他国家眼中的鬼火少年 最后再说几句电影 看到两个海岛青年去大城市寻求帮助和梦想的旅程 我最先想到的类似情节 是宫崎骏和儿子合拍的动画片 与美人盛开的山坡 在日本经济和社会都往上走的年代 男女主角两个人从小镇去东京找校长 背影是整个国家都在筹备60年代的奥运会 个人和国家的命运紧密结合了 现在寒寒的四海也做出了类似的效果 用浪漫和理想包装了现实 一方面他给观众提供欢笑和感动的春节党电影 我们思考当下的社会 无论你喜欢电影的哪一部分 我都希望大家去看看 一定要看到电影《中途》的气氛转折点 好 感谢大家收看 388期时间消息到的结束 我们周五再见 vom freue吧 冬星期间